你們不要破壞現場 不滿自己的機車被推倒在地 車主葉先生用手機錄影和對方理論 我可以明確的告訴你 警察來沒有用 好 沒關係 雙方兩年前曾因停車糾紛 鬧上法院 葉先生懷疑這次自己輪胎被刺破 和先前的糾紛有關係 和解結束的那個單子 還有說你們雙方各自保留一份 然後一直到我這次看到監視器 我之後才去找那張紙 發現原來上面有地址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很害怕 原來調節筆錄上 除了紀錄賠償金額 也記載了雙方的姓名和住址 巧合的是之後葉先生的輪胎 頻頻遭人刺破 調閱監視器發現嫌犯身刑 騎的黃牌重機和白色安全帽 都和之前發生停車糾紛的人 有幾分想像 沒有人會無緣無故就是 你四年內都會破胎嗎 不可能啊 對 那我覺得就是它是報復 根據民事訴訟法應注意事項規定 調節筆錄應將當事人姓名住所居所記載明確 但這往往引來民眾質疑 各自被對方知道會不會有安全疑慮 若是一般案件 法官不一定會採納民眾的請求 司改惠認為刑事訴訟法去年修法 判決書不再記載當事人地址 以免遭到不當利用 民事案件和調節筆錄也應該一併檢討 保護當事人隱私 避免遭到有心人尋仇報復 TVBS 王靖倫 檢育齊 新北市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